一直到礼拜天的上半天这一段时间 中部以北跟宜花地区 就会转为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封面通过之后 冷气团也开始随着南下 这波冷气团呢 它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形态 因此从星期天的下半天开始 全台湾的天气都会逐渐转为干冷的天气 那这波冷空气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因为它的强度是还蛮明显的 我们预计在礼拜天这一天 中部以北 从白天开始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 跟礼拜六的温度比起来 白天的高温就会下降大概6到10度之多 而且会越晚越冷 好 越晚越冷从周日起 尤其是在星期二到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二之间呢 会是冷气团最发威的时候 提醒您大台北地区 还可能会出现12度左右低温 空旷地区呢 低温也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 在周三之后呢 这全台各地的气温就会逐渐回升了 接着来关心详细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